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黎明,在太极宫的北大门,黎世民又一次跨上战马,欲将他的敌人从肉体上彻底消灭。 而他的敌人正是他的敌亲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然吉。 长河,滨州一线人,自武德七年出任玄武门首将,始变之夜,这位职守玄武门的禁军将领,无疑是整个政变成败的关键所在。 长河既追随过李世民,也曾跟随太子李建成一同出征,但是在武德七年,便已被李世民暗中重金贿赂,纳入了自己的阵营, 并且被放置于玄武门这个要害部位之上。 然而,李建成显然对此一无所知。 他绝对不会想到,李世民竟然提前两年,控制了这个帝国政局的忠属命门。 尽管在这场素敏般的对决中,李世民表现得能酷无情,极尽枭雄之事。 而作为胜利者的一面之词,这场由他精心策划的东门血案,最终在官修正式之中, 亦被描绘成了一次因星象一变而仓促发动的自贵事件。 但据史料记载,李世民被策立太子之后,曾牵聚于顾太子,已建成的东宫显得殿。 但这里风一雾响,下雷轰鸣,却时常令他陡然惊举,夜不称眉。 据说,大将秦琼于狱之功,为戒太宗之忧,自请于狱前守门职业,李世民才勉强得以安亲。 长安百姓,纷纷效仿,将二位将军图像,悬于家门左右,辟邪驱载。 后世,相言成喜,变成了流传千年的门神习俗之由来。